現在要登場的是紅方曾卓蘭來自香港 第38場請上 對上來自台灣的李彥怡喔 兩位選手年齡相差四歲 身高也只相差四公分 臂展稍有差異 但是呢來自香港的曾卓蘭選手 有十場的比賽經驗 有可能會影響這場比賽的戰局 就讓我們把現場的聲音還給主持人蔡智嫻 雙方的啦啦隊都非常的堅強 好 各位觀眾 現在為您呈現第38場女子草量級 115磅CATCH STRIKE 首先在我左手邊 藍方身高164年齡30代表深蹲舞蹈館 這位熱血媽咪她過去是位賽者手 也是跆拳道黑帶高手 踢拳戰績9勝0負 這兩年重新回到擂台獲得8扣2022電上冠軍 以及2023年擂台配對賽優勝 掌聲歡迎外號神風的李彥宜 哇 藍方的氣場非常強大 再來看看洪方 紅方她的散打功力不慌多帳 身高160年齡26代表翔龍總舞和台大技集 她從香港到台大念書 參加台大技集散打社並擔任校隊隊長 曾獲得2022台灣世界盃武術散打錦標賽 社女組第二亮級第一名 在WTT第八屆第九屆都是三回合拿下一致判定勝 這個月她以跨界打了泰拳賽 浴血奮戰艱苦獲勝 各位觀眾掌聲送給鄭左蘭 上上裁判文藝林 美女對決馬上開始 是 歡迎大家來到WTTNL Dragon 第十屆第38場的賽事 鐵龍波及K-Strike 女組組草亮級115磅 藍方李彥宜來自神盾舞蹈館 紅方曾卓蘭來自翔龍總舞與台大技集役 我是今天的主播柏魚 在我身邊的是全品阿菲 大家好 這場比賽也是相當值得期待 曾卓蘭才剛打完立青的泰拳賽事 李彥宜這邊速度是非常快的一個選手 現在雙方還在距離試探 李彥宜非常的快熱喔 跳動速度很快 不但在做試探 有機會就直接跳進去了 曾卓蘭打的是比較堅實的這個拳腿組合 那李彥宜是速度相當快 因為神盾出來的選手 而且他過去也是跆拳道出身的好手 可以看到他的腿法相當的靈活 沒錯 腳的變化非常多 轉身後凳就來了 一開一局 這個 一分鐘不到的時間 很多精湘的腿法就施展出來了 沒錯 這邊曾卓蘭選手 比較像是過去季集戰趙時鋒教練的風格 很扎實 穩扎穩打的 這個轉身背拳在這麼近的距離 又來一個 連轉兩個 哇 這個現場的氣氛相當火熱喔 拉隊的聲音響騙了整個體育館啊 是 李彥宜的加油團非常龐大喔 然後自己也是孩子的媽了 真的 現在還是可以站在這個場上來拚鬥喔 幾次換拳 哇 殘爆了之後馬上分開 近距離又來一個 對 近距離也敢做一個迴旋踢喔 過去在跆拳戰場裡面非常熟悉的一個技術 連續的踢擊 哇 這個腿法非常精湛喔 對於曾卓蘭來講喔 當然是 距離會是一個問題喔 哇 但是再貼近 想要出拳的時候就被李彥宜抱住喔 這個李彥宜的戰略也是相當的明確喔 對 因為李彥宜稍微高 曾卓蘭大概四公分左右 還是有一些身高並展的一些優勢 那如果以腿主攻的話 那曾卓蘭相對來講會比較難攻進去 那現在目前在第一回合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是這樣的發展 沒錯 那現在李彥宜開始做一個滑踢喔 往前滑了之後踢了試探 然後再近距離就殘爆了 現在殘爆沒有成功被丟了一個西狀 這個是曾卓蘭的機會喔 剛剛 請張錦韻 張錦韻選手 陳柏翰選手 進去西狀 雙方互丟一個西狀之後 裁判含了一個break 拉開 馬上又補上去 現在中響 在場間也介紹一下我們的贊助商 三菱重工三菱重工之士 會社對本賽會支持喔 他們是日本的綜合機械製造商 無論在環境能源交通建設 國防工業甚至航太科技 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並且最近推出重工級的空調產品 大幅提升消費者 在使用上的舒適感 三菱空調決定是各行各業 強而有力的好夥伴 他們也是WTT 中華民國綜合格鬥協會的贊助商之一 我覺得接下來要看的是 曾祖蘭在第二回合之後 有辦法能夠逮到李彥宜 或是讓李彥宜的這個轉速慢下來 我覺得會是一個突破點 沒錯 那這邊兩位選手 互相都有機會喔 就看第二回合將如何發展了 那歡迎大家回到WTT Andle Dragon 第十屆第38場賽事 第Catch Striking 紅方曾祖蘭對上藍方李彥宜 相信李彥宜應該在第二回合 還是以腿主攻的一個戰術 那曾祖蘭是不是能夠 應對這個腿 趕快進去 切進去去做近距離的攻擊 應該是剛剛在場邊的教練 這王怡天館長應該有給他一些建議 沒錯 面對李彥宜這樣遠距離 而且腳法多變的打法 這邊曾祖蘭面對這樣的距離 剛剛腿一不注意就突然上來了 要很小心 非常小心 曾祖蘭選手也把喀巴拿得相當的高 雙方的腿互踢之後 哇喔 換到一個西裝的機會 剛剛李彥宜一個下潛喔 近距離之後 做一個西裝之後再繞開 轉身後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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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被壓住喔 是 因為距離太近了 反而是被曾祖蘭抓到一個機會 兩個轉身技喔 都有點太過近 剛好是曾祖蘭往前七的 這樣子的一個距離喔 沒錯 大膽花俏的打法 反而被對手抓到 李彥宜選手要小心了 對 但曾祖蘭必須要掌握 這個距離拉近的時間 非常一定要非常掌握這個時機 沒錯 那曾祖蘭選手剛剛貼近 也被吃了幾隻前凳啦 李彥宜選手前凳 假的前凳 再做一個中段踢 沒錯 這個 跆拳道選手的腳法喔 是 李彥宜現在就開始在跳步了 前後前後的一個移動 讓曾祖蘭是比較難以抓到距離 李彥宜選手一個途徑喔 前手被曾祖蘭跳開 這邊 曾祖蘭說要轉身技我也會 不能抓腳 這個部分要稍微小心一點 沒錯 但是曾祖蘭選手很快的放開對方 最後二十幾秒的時間 雙方火力全開喔 好 現在曾祖蘭是壓進去了 這個機會是不錯的 席撞之後推開 沒錯 適當的使用推 推擊阻開對方的殘暴 好 現在呢是李彥宜要把曾祖蘭給抱住 停止他的攻擊 哇 只是一拳一腿啊 一個是用拳 一個是用腿 非常精采的對決 如果以面部傷勢來看的話 似乎 李彥宜這邊有被累積到一點傷害喔 但是李彥宜的這個前凳啊 還有迴旋踢一定也對曾祖蘭的BARTY造成一些累積喔 是 明顯就是曾祖蘭是以重拳為主的打法啦 那這個就是剛剛前兩回合一直在講的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在近距離逮到李彥宜 這件事情是比較關鍵的一個地方 那剛剛在第二回合中後半段 應該算是曾祖蘭是有幾次不錯的機會 那在第三回合我覺得會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沒錯 雙方應該就是要火力全開了喔 因為沒有機會再試探了喔 我們看到這邊的應該就是李彥宜的加油團了 沒錯 神盾的加油團 是 自己也準備了這個拍拍手 來說一個加油 歡迎大家回到WDD Antel Dragon 第十屆 本日第38場賽事 Cage Striking 紅方曾祖蘭對上藍方李彥宜 我覺得曾祖蘭在第三回合應該可以再試圖 再做積極一點的一個連擊的攻勢喔 再把整個戰局拉在近距離多一些些 沒錯 而且他在打擊之後 利用推的方式把對方拉開喔 對 因為你一拉開距離就有 可以讓李彥宜做出非常多華麗的推法 那相對來講會比較難以攻進去 雙方剛剛互踢 哇 一個switch kick 這個空中換腳 轉身邊拳又來了 就是你不能讓李彥宜有施展出這些 華麗技巧的空間啦 所以正轉你必須要慢慢的壓進去 你只要壓進去他就做不出來了 沒錯 沒有施展的空間 哇 剛剛做了一個推的方式 想要讓對方靠到龍上壓迫 但是沒有辦法喔 李彥宜很快的移動出來 現在時間喔 也是不等人啦 慢慢的一分一秒流逝了 突然原本以為是一個高踢 出來就是改成前凳 稍微往這李彥宜的面門掃過去 但是過於雞蛋這個李彥宜的踢腿喔 所以曾卓蘭的喀巴拿非常的高喔 我覺得曾卓蘭只要全有摸到 就一定要接上去做動作 沒錯 不然的話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等到 就李彥宜停下來的機會 而且他不斷的回轉會增加他踢腿的強度 是 好像剛剛這個摸到了應該就要先去 想辦法再 喔 再逼近一點點 黏上去多一點 對 再逼近一些些 不然就有點可惜 因為你畢竟很難 逮到他嘛 沒錯 這個 李彥宜的打法喔 這個用距離去壓 壓破對手 是 我們剛剛就有講到 因為像李彥宜臉上的這個應該說 傷勢可以看到的是 曾卓蘭的攻擊絕對是有效的 那你怎麼樣讓這有效的攻擊的 狀況發生的機率變高 我覺得這個就會是 你有辦法拿到優勢的一個關鍵 沒錯 哇 這邊應該是個亮槍 好 曾卓蘭現在要 這個是一個機會喔 對 哇 踢進去了 是 當然李彥宜也是會使出 他的招牌的一個轉身技啦 對 但曾卓蘭不能等喔 現在時間已經剩下了十秒左右 對 曾卓蘭想要一波開進去了 哇 這樣打下去會不會加賽呢 原來真的很難講喔 我覺得很難講喔 哇 這個感覺很容易加賽 對 我覺得很難說喔 剛剛就在講的就是 曾卓蘭比較可惜的 我覺得他應該還有一些餘裕 對 但沒有用出來 我覺得相對來講喔 比較可惜 真的比較可惜 對 不論體能還是轉速上 他應該都還有一點機會喔 但是 很可惜沒有辦法展現出來 好 我們來看這邊喔 一開始非常精采的 這個雙方高轉速 其實慢動作去看喔 雖然說迴旋技很華麗喔 但是也不是每一下都有擊中 是 這個轉身技喔 這邊選擇就是不是時機太好 因為太近了 反而做完之後你腳步要重新穩定 那反而讓曾卓蘭抓到一個近距 有一個連擊機會 這邊卓蘭壓迫的時機又相當好 是 緊張的時刻又要到了 請先把掌聲送給兩位美女 請 Senate郭婷 請 文昌比賽 大分如下 一號裁判 二九比三十 二號裁判 三十比二八 3號裁判 30比30分齊合 加賽一局 果然是加賽啊 真的是各有前球 真傳的近距離 絕對是有破壞性的 但是李彥宜的 這個遠距攻勢 應該說算是在 比賽前半段我覺得是有拿到的 不錯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 應該說要把前面的東西都忘掉了 這一個 最後一個加賽的回合就是 力拼了大家都不能有 任何的保留 沒錯而且裁判的評分也確實是這樣 一旦進入了延長加賽 就要完全以延長賽的 表現來判定 完全前面就忘記了 這邊看医生 Connor Mann在處理是不是有 鼻血呢 李彥宜可能鼻子這邊 有出血的狀態 那對於他可能會使出 比較多一個旋轉技 大招的這樣子的 可能需要比較多體能 應該是還是會有一些影響的 沒錯 看起來鄭卓蘭這邊的鬥志是非常高昂 就看最後一回合 會如何分曉了 但真的很難講 當然這個場邊 李彥宜的加油團還是很賣力的 會為他加油吶喊 好現在來到WTD NHELLDRAGON第十屆第38場賽事 第四回合加賽 Catch Striking的立即賽事 當然李彥宜還是必須要把握 這個遠距離 他擅長的一個領域 沒錯如果一旦距離被拉近 就會變成曾祖蘭的機會了 是喔這裡就比較相對危險喔 就是現在 好曾祖蘭這邊呢 哇得理不饒人 吸撞之後呢 站穩就是連拳 重拳 這個面部的傷勢很明顯了喔 是 那現在李彥宜這個鼻子出血 看起來更明顯 哇這個轉身背拳 曾祖蘭是早有準備喔 稍微把這個 頭一篇就揮空了 沒錯時間暫停 讓醫生先上來看出血狀況喔 是這個鼻血的狀況 看起來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 這是 業餘的賽事喔 如果有大量出血的話 很有可能會沒收比賽喔 對那還是要看一下 整個鼻子的狀況啦 那我們場邊當然都有 最專業的醫療團隊在旁邊 來照顧選手的健康 因為大家不要小看這個 所謂的鼻血喔 有可能這個 軟骨受損喔 或是你在打擊的過程中 有一些微血管被擠破 現在目前喔 要看一下這個血 鼻血持不持得住 哇看到曾祖蘭的褲子上面 是不是有沾到了 對沾到了血跡喔 哇喔 真的有夠熱血的 看起來也要回 回來喔 應該是沒有問題 現在比賽看來是要繼續了 那現在 第四回合剩下接近1分30秒左右的時間 喔 林苡還是 腿要先走喔 喔 再近距離跟曾祖蘭互換 絕對不會是什麼 太好的選擇 對 哇這個滑踢的前凳沒有進去喔 反正曾祖蘭一個中段踢回來 是那看起來 聯誼這個 鼻血的狀況可能是 有一點點程度的嚴重喔 因為稍微再動一下 看起來出血的狀況有持續來進行 喔對 而且 哇 現在貼近了之後 而且這個鼻血的狀態 其實真的會影響選手的體能調節喔 因為你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有可能嘴巴呼吸的時候 會 回嗆到 喔 沒錯 整個會對於整個狀態 絕對會有非常大的程度的影響 對 而且 哇而且這個邊緣已經被對方料到了 對已經 曾祖蘭已經躲過兩次喔 就知道李彥宜 應該就是這招喔 對這個回轉的大動作有點太明顯了 剩下40秒 時間曾祖蘭再次貼近 哇 李彥宜要非常小心喔 哇不能只有爆而已 他現在只有辦法把這個 曾祖蘭給圈住 其實並不會對他的 整個狀況有任何的改善 哇又是一個大拳打空 距離太近了 這個轉身背拳 選擇也不夠好 而且一直背對對手 會是不太好的印象喔 對而且他這個鼻血的狀態 有點越來越嚴重了 沒錯 影響了他的發揮 相當可惜喔 剩下20秒的時間 曾祖蘭還相當一億大 哇這個hiking 哇有踢到喔 有偏投 喔連影就應該這樣子選擇才對 喔但是再次被貼了進去 喔一個亮槍倒地 哇剛剛那個hiking 有點來得太晚了 喔現在時間到 喔 那就交由裁判判分決定喔 非常精彩的一個對決 非常精彩的一個對決 本場比賽有請國力生技 營運長林韻小姐 來為我們獲勝方頒獎 來在頒獎前對掌聲給兩位 準備 課人支持 盡量 嘍 這個 要想需要 搭配 幾個 分如下 1號裁判 9比10 2號裁判 10比9 那麼 3號裁判 10比9 由後方 鄭卓蘭 相當接近的比分 其實雙方互有一個得分 真的 是 沒想到最後一局 還是有裁判認為說 來 請國內兄弟營運長 林彥宴小姐 為郭忠邦頒獎 沒錯 恭喜鄭卓蘭 拿下這場比賽勝利 也感謝李彥宴的參賽